200多位有80多歲的長者 也有剛上小學的孩子們 走進山林裡 各個彎腰 在樹林中撿垃圾 可回收的不忘順手做分類 這樣的景象 引起了來來往往遊客們的注意 我們做什麼 我們愛護宣導 我們不能拉進去 感謝你們的 都有時間我們 感謝這些小老朋友 以身作則就是最好的示範 中午在農場野餐 各自帶著餐點來 選用環保餐具也不用塑膠袋 還有的主沒有垃圾 大家相信嗎 沒有垃圾 一個塑膠袋也沒有 然後整個的食品的包裝 都是家裡的 他們把環保觀念落實在生活中 身體力行說到做到 我呼籲大家可以每天 少用塑膠袋 少用玻璃瓶 多用一些布袋 我們每天都在做 我的孩子我不在 他們也在做 現在包括父母我不在 他們也在做 把支援收回來 實體力 大家有信心 要把眼前美麗的風光景色 一代傳一代 帶來新聞真身美職工 張彪吉尼報導